另外来看新光集团的更动 这是百货龙头新光三月 举行了股东会 过程算是相对的平和 而日商一式单持股超过了43% 依然是维持普通董事六席 加上一席的监察人 那么其余范新光集团 则是有七席的董事 两席的监察人 不过让大家有一点点意外的 就是台新金控董事长吴东亮 是退出了董事会 改由新光集团创办人吴伙师的长女 也就是国无如月入列 那么当然大家都在猜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 那么有一派是认为说 可能吴东亮他即将担任 工商协金会的理事长了 所以是不是要更专注 在相关的工商界当中 所以才会暂时卸下 百货董事的职务呢 那么业界人士也认为 看起来不错啊 说新光吴家的女性 其实性格都很内敛 在兄弟之间 可以扮演一个调和的角色 不过当然也是有另外一派的解读 说这个吴东亮的落选 会不会让范新光集团的兄弟之争 再度浮上台面呢 因为两周内 董事会要选任董作跟副董 那么吴东亮的落选 其实当然也相对牵动 吴新阳许任副董的票数了 那么范新光集团也有董事多次的表明 很想要争取董事长 或者是副董的这个位置 说因为他们懂得如何去操盘IPO 那么目前新光三月IPO之路是势在必行 虽然是我先前据了解 日方的态度是有一点点的保守 不过这几年来啊 三月伊士丹集团在海外的投资 其实只有台湾的新光三月是最赚钱的 所以未来会如何去布局呢 应该还是会选择支持乌家的路线 再来看南桥今天举行股东会 由会长陈飞龙亲自主持 那么去年的合并营业额呢 有198.61亿 表现真的很不错哦 年增有12.71% 创下了新高的数字 那么也敲定了配发2.2块的现金股利 那么呢也特别提到了 烘焙油脂事业以及冷冻面团的事业成长幅度 真的是非常的乐观 所以今年的展望 是要开创更多高附加价值的产品 那么在泰国的烘焙面包临时产线 在下半年就会进行投产了 当然也希望能够益助获利 那么南朝在台湾已经生耕70年了 当然很多人都知道 不过要扛起集团 这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去年举动接班 陈飞龙的次子陈正文 接任执行副总裁 而至于他的长女陈正文呢 则是接任华强实业的董作 双双都进到集团工作 那陈飞龙则是顺势就退居幕后再操盘 那么说到南朝 过去是由陈飞龙的父亲陈奇志创立的 那初期大家都知道咯 这个水晶肥皂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那个时候还跟美国去合资 成立了台湾庞氏 还跟美国宝桥合资成立了宝桥家用品 跨入到家用品的产业 甚至还合资成立了台湾喜剑达公司 引进了哈根德斯 还有开点水楼等等 所以范围真的非常的广 包括食品 还有包括原本的清洁 这一年的营收 上看百亿 再来看脸书有新的宣布 他们的营运长桑德伯格宣布了 要在今年秋天离职 让大家真的还蛮震撼的 14年前当年才23岁的创办人 马克佐克博 是邀请他喝了好几个礼拜的咖啡 才让他点头 从Google离开 加入脸书 那么现在灵魂人物将要离职 也让大家非常难过 国际局势要来看 恶物战争之后 当然大家都会讨论台海问题 最近美国FBI局长 也提出了相关的警告 说北京方面或许有在研究 如何武统台湾的时候 去对抗美国 那当然了 你想要对一个国家出征 哪有这么简单呢 中国要面对的也是全球的反扑 不止美国 最近有一份民调就对全球的52个国家 去进行调查 如果中国发动侵略的动作 有半数的国家愿意跟中国切断经济联系 不过中国是在帮自己到处树敌吗 我们来看加拿大媒体报道 说他们的侦察机 最近在国际空域执行任务的时候 常常遭到中国军机无故的干扰 而且距离拉得非常的近 最近的记录大概只有六公尺左右 相当危险 让加拿大非常不满 进度回到台湾 来看现在确诊还在高原期呢 不过章话这一家五口 爸爸妈妈两个姐姐都确诊 就是唯独这一位 读小学一年级的八岁美媒 快筛两次都是阴性 所以现在其他的家人在三楼隔离 他自己非常勇敢的在二楼生活 那平时就靠着跟妈妈视讯 然后去看看他的生活状况 而且非常乖 都有遵守防疫规定 而另外来看中和两岁的男童恩恩 现在爸爸得到答案了吗 到底当天在通年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会出现时间这么长的一个延误呢 那么男童的爸爸今天一早就亲自到 新北市府要索取相关的资料 不过这其中似乎是没有得到 这个恩恩爸爸认为最关键的 这录音岛 那么新北市府就说 因为录音岛也是涉及了一些 声闻的隐私问题 希望家属可以直接到厢房局去听 但是不要拷贝带走 那么当然也是希望能够从中找到答案 去简化一些儿童送医的流程 我们来看桃圆这个六岁的女童 她因为生病了 要进行连续两次的治疗 她本身五月十三号确诊 那么家长有进行线上登录 不过那个时候登录失败了 那么等她隔离结束 要去医院继续进行原本的治疗 那么医生就说 因为当时没有被列入记录 所以目前还是认定确诊中 可得没有办法进医院 去做相关的治疗流程 那么让爸爸真的非常非常的心急 还好现在外界帮忙 卫生局已经判定 女童的原确诊日期 而整体疫情的部分 我们要来看看现在台中跟高雄 目前盛行率只有6% 但是数字真的慢慢高起来了 高雄在今天就破万 台中市同样也是破万的 那么高雄市长陈其迈就说 未来十天恐怕都要特别小心 数字还有可能再往上 那么陈世忠也是认同这样的看法 那么说必须要再观察 十天状况才会更明朗 而这北部的疫情则是慢慢的往下走 但是全国都还是在高原期 那么这段期间 家长会比较提心吊胆的 因为看来这一波Ormocrom 对小朋友真的非常的不友善 在新增的死亡个案当中 有一个9岁的男童 他的病症其实发得非常的快 从发生到离世只有两天 那么现在有脱衣快筛 让小朋友不用再戳鼻子了 不过国民党力院党团却说 市面上贩售的福吉美脱衣快筛 测不到Omicron的变异株 但是现在原厂也立刻发出声明成绩 说申请专案进口的时候 原厂是有提供产品 可以检测Omicron的报告 另外带大家来看房市 新北的新竹竹北 最近因为房价真的是贵了还蛮多的 不少的竹科新鲜人 真的很想要买预设屋 不过呢 现在却出现了卖家不打算 履行换约的程序 那如果你不换约 就等于是违约了 那这样买家应该要怎么办呢 专家就告诉我们了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 卖家除了要返还铝宝金之外 应该还要多付一倍当作赔偿 提醒买家不要当了冤大头 但是说到主科这边 的确现在房价真的是高的 蛮夸张的 那么有屋主其实前前后后 真的赚了不少 买进卖出之后 赚的这些钱 说都可以买下台北的一间房了 所以很多人都说 你就知道这竹北的房价账幅 有多离谱 欧物战争来看最新的状况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也透露了 要给乌克兰更多的军援 当然包括了军事上面的帮助 所以俄罗斯怎么可能有办法忍耐呢 现在就先派出了核武部队 进行千人演练 甚至还出动可以搭载核弹头的弹道飞弹 可是这样的画面让大家看了也忍不住紧张 难道真的要升级为核战吗 另外来看这世纪官司 好多人都在关注 就是乔尼代普跟前妻安伯赫德 他们互控诽谤的这个官司终于正式落幕了 那么陪审团就认定了 安伯在很多事情上面 似乎公词都非常的反复 重点是他一直说强尼代普对他家暴 可是都没有办法当庭提出真实的证据 所以被陪审团认定指控不实 那么相关的这一些控诉 强尼代普是七项全胜 还可以获得835万美金 相当于2.5亿台币的赔偿 毕竟两个都是大明星 所以当然大家非常地关注 尤其是听到家暴这样子的字眼 难免都会心生同情 不过这整个六周的庭审过程 因为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那么就发现 安伯因为在这个证据方面的确是不足 比如说这个家暴的照片 就被专家指出 这恐怕是有经过软体的调色 那就不能够当作真实的证据 今天回到台湾 我们要来关心 明天是端午节 不过今天的台股就出现了连价钱的卖压出笼 那么在盘中主有观光概念股 算是相对有称的互助盘 不过中场是收在16552点 下跌了超过百点 而且成交值萎缩到只有2131亿 那么外资卖超84亿 也是连两卖了 那当然不止台股低迷 最近是全球的金融市场都受到了考验 包括了有恶务的战争 还有美国英式升息以及中国的强制封城这些利空 4月份国际股市可以说是全盘皆没 那么台股当然也被下趴了超过千点 所以老保国保跟退辅这些政府基金也是赔蛮大的 4月份赔了1730亿元 这个数字也是史上第二大的亏损金额 那么今天盘面上几乎都是在看观光类股的表现 也是受惠正院端出的牛肉55亿的观光振兴方案 从7月15号会开始实施 那么今天的长荣航收在35.5块上涨了超过3个百分点 而华航也上涨了超过1个百分点 观光股真的叫做一枝独秀 旅行社更是往上喷 像是山腹一飞网全部都是攻上了转停板 而饭店股像是六幅下都精华也同步走高 而相对的电子股今天表现就真的非常的疲软 缺乏比较全面性的领长族群 像是鸿海是由红翻黑 少跌了百分之0.44 但是盘中有一度来到116块 这是创下了波段的高点 那么至于台积电今天也是带头另叠 收在540块 市值是利手14兆大关 连发哥同步也回落 失守了900块钱大关 那么分析师认为 虽然看起来台股短期反弹点数有达到1000点 可是6月份要进入除息旺季了 再加上股东加年华会 台股还是有利